新任总统赖清德与副总统萧美琴张开双手 随着音乐摇摆 一起大合唱并拍手打节拍 唱到再出发 做出奔跑的姿势 跳得十分开心 最后两人还在头上比出爱心姿势 相视而笑 现场气氛十分欢乐 典礼上正副总统的穿搭造型也受外界关注 这次赖清德的就职典礼服装 来自台湾设计师周玉颖 赖清德系上幸运紫领带 印有蝴蝶展翅的花纹 代表融入台湾原生种紫斑蝶 而胸前别上的油菜花 是象征前进梦想无所畏惧 也象征着赖总统亲民的形象 以及宣誓就职后肩负的使命 赖清德身旁的第一夫人吴梅如 则穿着黑色中长洋装 搭配粉色小外套 刚好衬托出赖总统一席深色西装 搭配不仅得体也非常加分 而副总统萧美琴 这回和以往的小英风做出区别 由台湾设计师潘仪良 量身定制黑色裤装 搭配米色V领上衣 下摆不规则行 也让整体服装带有设计感 腰间系上腰带 干练不失优雅 在520的这个特殊日子 赖清德总统与夫人吴梅如 及萧美琴副总统的穿搭 无疑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也为台湾的未来 展现了独特的风采 新长亚太电视 林嘉维 林天心 台湾台北报道